塞在路上很痛苦 挤不上台铁和高铁一样很痛苦 高铁下午3点起就停止了 台铁西部干线则是从下午5点起全部停止 东部干线更早 从上午10点就停止 为了抢搭最后一班 许多车站出现了有如逃难一般的场景 有很多的花莲民众挤不上车 急得在车厢外面喊 请花莲人帮帮花莲人再往里面挤一下 台北车站挤满人潮 中秋节收假遇到杜鹃台风搅局 打乱所有运输计划 因为风力过强 高铁驾慢速度行驶 几乎每班都5点 而且3点后的列车宣布停驶 让不少乘客改做自由坐 却有很多人根本上不了车 我进去可是当不上 大家都像难民一样挤在那边 然后大家接很重的行李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上得去 不过买到票算是幸运 因为下午2点钟 高铁自由坐临时喊咖不卖了 3点钟最后一班车开走之后 高铁临时决定要加开3点18分的列车 但是可以看到咱们前几乎一个人都没有 看看末班车开走前 人潮挤得水泄不通 加开这班车发车点台北却乏人问津 太慢了 太慢了 就其实真的完全没有接收到讯息 差点不知道怎么回家 今天最迟的一班是3点 我不许要3点18它有价格开 不只高铁运输乱糟糟 28号台铁东部干线10点后停驶 而西部干线下午5点后也全线停驶 虽然史无前例开放太鲁格和普悠玛号站票 但要抢票超难 回家这条路走得艰辛 抢到票的也很辛苦 看看车厢内走到挤满满 就像是沙丁鱼动弹不得 杜鹃台风扰乱全台湾的交通 不管回乡上班或上课这条路 都变得好漫长 与队TV绽合报道